为了吸引前辈上钩 艾克欧故意暴露自己就是那本同仁本的画手 看着漫画里的自己被人捆绑 对方正进行着十分大胆的动作 那人正是自己的后辈艾克欧 看完这同仁本明森一脸问号 很明显这画的是自己的小爱 但粉丝怎么把他脑补成这种霸道风批的性格 毕竟小爱在自己看来是那么乖巧懂事 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但是不得不说 这个作者画的还挺好的 突然艾克欧出现在他身后把他吓一跳 明森赶紧捂住手机 面对艾克欧晚上吃饭的邀请 明森想也没想就直接答应 把他和刚刚漫画里的并交工对付 怎么看都不像是那种 天天只想着把人调起来的变态吗 接着到了晚饭时间 艾克欧想让明森尝尝自己这个牛肉盖浇饭 说着就挖起一勺地到他面前 看着这个动作 明森突然就想到了漫画里的那个场景 都快不好意思看他了 但要是就这么拒绝他的画会让人家很尴尬吧 只能尽量控制自己不去想那本漫画 这时艾克欧告诉他明天张老师就要进棚了 这种类型的广播剧里面很多那样的戏 而且也是第一次配男主 很怕给前辈拖后头 于是明森问他等一下有没有时间 准备和他找个地方对对戏 艾克欧一听十分激动 去我家怎样 从这里过去只要两个地铁站 能和前辈一起练习进步 对我来说也是难得的机会 他都这么说了 明森哪有拒绝的理由呢 这时艾克欧放下手机就要去洗手间 期间明森看到他的手机响了 拿起一看是张老师 正犹豫要不要接 突然反应过来这不是自己的手机 怎么就下意识拿起来 这也太不礼貌了 再次看向手机 接着就被一个熟悉的ID吸引了注意 拿起仔细一看 这不就是那本自己和小爱的同人伴的作者 这时艾克欧回来 前辈你看到了什么 明森瞬间慌乱不已 告诉他就是看到张老师的来电 拿起看了一下没接 接着艾克欧看到张老师的留言 明天进棚的时间改成下午了 这样的话今晚的练习要抓紧了 跟着艾克欧来到他家 明森浑身都在颤抖 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画那种漫画 旁边艾克欧看他好像很热的样子 贴心问他要不要把空调调低一点 明森告诉他不用了 现在温度就很好 想着既然来都来了 总不能一直这样胡思乱想吧 接着拿出稿子就准备和他对写 艾克欧十分激动 终于可以和前辈练习那段戏 剧本疯狂的爱是个十分狗血刺激的故事 崔胜是个财阀公子哥 萧白的弟弟生病 需要添加手术费 为了跟崔胜借钱 萧白只能答应把自己交给他 崔胜是个很霸道的家 不允许萧白接近任何人 特别是萧白的暗恋对象喊态 现在他们要练习的 就是萧白被崔胜壁咚强吻的这段戏 看着这剧本内容 明森忍不住吐槽 这个崔胜真是自以为是 如果自己是萧白早就报警 接着就开始进入角色对戏 艾克欧也是赶紧接上 到那段激动人心的戏份时 艾克欧看着前辈的表现瞬间羞红了脸 他也太会了 这时明森指出艾克欧这里不能这样发音 艾克欧表示自己没有轻轻的经验 有点难想象 于是明森上前开始传授他技巧 听艾克欧依然说是因为没有实战经验 很难办 明森就忍不住要说他了 我连恋爱都没谈过 照样可以做好配音啊 一个优秀的配音演员 不应该全都指望用生活经验 去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然而艾克欧对于他的这些大道理 只是左耳机右耳出 看来无论自己怎么暗示 前辈都不为所动了 因为明森前辈不喜欢被人触碰 经常被同事说有距离感 而自己为了不让他反感 总是尽量避免肢体接触 现在他渐渐也习惯了和自己近距离交流 想着会不会是自己太可扯 对他的暗示才总是被他无视 要不干脆现在直接把他按住 随心所欲一番 虽然很想 但是又怕吓跑他 忽然听到旁边明森前辈一直在叫自己 艾克欧这才回过沈大 此刻正被他近距离盯着 认识他两年了 这还是他第一次主动碰自己 还有今天吃饭的时候伸出勺子 他也没有拒绝 甚至答应了跟自己回家练习 那说明明森前辈也是喜欢我 只要自己再主动一点 于是艾克欧一把抓住明森的时候 明森前辈 你愿意和我交往吗 不得不说艾克欧真是太会了 前面明明表白被前辈拒绝了 还没过几天 竟然就把前辈轻松拿捏住 做配音演员之前 艾克欧学习的是美术 平时会画一些漫画 因为缺乏灵感和创作动力 就没有进行连载 在接到疯狂的爱这部广播剧项目之前 他就看过原作小说 并且很有画面感 还根据里面的情节画了一些大胆的漫画 画的时候把自己和前辈的脸带入进去 漫画发到网上后 瞬间就引起了很多粉丝的关注 粉丝们直接把这漫画 当作是艾克欧和明森的同人们到处宣传 艾克欧看到后也是乐在其中 甚至觉得粉丝主页这结婚照批的很不错 那天被明森前辈看到这部漫画 艾克欧一直很好奇他的反应 于是做出了一系列试探 在公司里 艾克欧和明森走得最近 甚至明森还会主动接近他 但此刻听到艾克欧说要交往的这句话 明森顿时就起了鸡皮疙瘩 艾克欧不断凑近 接着就向他表白了 明森一把扯回自己的手 浑身颤抖着就要躲开 今晚的话我就当没听见 练习的是明天到录音棚再说吧 说着就匆匆离开了他家 艾克欧整个人愣在原地 明森来到车站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 觉得肯定是他搞错 这就是一场梦 等梦醒了就好 第二天和他对戏配音时 明森还是感觉有些不自然 面对艾克欧十分投入的表演 明森也是将自己带入角色 配音过程中不自觉又想到了那本同人漫 真是让人脸红的程度呀 这边小姐姐对他比出OK的手势 结束后也是夸他发挥稳定 接着小姐姐还夸小爱也进步 看来明老师私下给你补了不少课 艾克欧表示是自己缠着明森前辈练习 明森看他这样和平常没什么区别 看来他确实没把昨晚的事放在心上 于是就准备和他一起去吃午餐 话还没说完 艾克欧就和小姐姐聊起来 自己则是被他直接无视 想要帮他倒咖啡也被他拒绝 甚至后面回家下雨 他宁愿淋雨都不愿跟自己撑同一把伞 明森觉得他这是生气 这天看到他过来 明森主动跟他打招 因为下一场戏的难度有些大 想要和他事先练习一下 但却被他无情拒绝 这下明森再也忍不住了 等会儿进棚钥匙配不好怎么办 会耽误大家时间的 艾克欧洗完脸抬头看着他 那就把我换掉吧 明森越想越气 一把抓住他的手 小艾 我知道那天晚上贸然离开很没礼貌 我给你道歉行吗 不要让这件事影响到工作了 我们还是像以前那样相处不好 艾克欧告诉他已经回不去了 接着转身 要么做我的恋人 要么跟我绝交 此刻的场景让明森回想起了上学时 好朋友跟自己绝交的时候 明森十分难受 怎么连捏这样 三天后 老板过来询问甲方指定的预告片 甘音部分的录制情况 小姐姐告诉他 因为明老师和艾老师都请假了录录 老板听后却依旧淡定 小姐姐都无语了 拜托你有点危机感好吗 再拖下去咱们要付违约金了 这时艾克欧过来敲门 原来老板是艾克欧的舅舅 艾克欧告诉舅舅自己准备去英国了 不想做配音了 我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我不想伤害明森前辈 门外明森刚准备敲门 听到这话瞬间愣住 舅舅觉得感情的是不能勉强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那我安排别的老师接替你吧 这时明森猛地打开门 老板见状也是给他们两人谈话的空间 明森不明白他明明那么喜欢配音 为什么要放弃 艾克欧也不掩饰什么 我是因为你才学的配音 可我的喜欢只会让你不舒服 这让我很有罪恶的 不过我明天就去英国了 你以后不用再见到我 明森赶紧解释自己没有不舒服 注意到明森说这话是手都在抖 艾克欧让他不要勉强 其实明森很喜欢艾克欧这种边界的 他总是保持着 让自己觉得很舒服的距离 既不疏远也不悦心 因为太习惯于自我保护 而忽略了小艾这样是在迁就自己 他刻意保持的这种距离 并不是他想要的 于是明森问他 是不是只要自己答应跟他交往 他就不走了 此时艾克欧依旧不肯看他一眼 前辈不喜欢不要勉强 我不想被你同情 明森上前抓住他的手 我没有不喜欢 虽然不知道自己的喜欢 是否跟小艾一样 但是比起害怕打破边界 还是更害怕失去小艾 看前辈已经主动到 要和自己牵手的程度 艾克欧无嘴露出得逞的笑容 接着转身 那我再问你一次 你愿意和我交往吗 为了留住艾克欧 明森只好答应他交往的提议 艾克欧十分开心 然而明森却还在想着 他说要去英国的事 哭着问他能不能不要走 艾克欧赶紧说自己不走 晚上回到家 明森觉得自己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希望艾克欧能先对此保密 不要告诉大家 艾克欧也是答应了 看着小艾化的动漫人物 明森觉得他喜欢的 应该是这种类型的 害怕自己会让他失望 想着到时如果和平分手的话 和他应该还能像以前那样 第二天看剧本的时候 明森一直在咳 艾克欧贴心上前关心 并给他拿来琵琶室 明森赶紧对他表示感谢 被他一直这样看着 还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于是明森赶紧一口喝完 待会儿可能有人进来 我去给学员上课了 来到外面后 明森依旧不停咳嗽 感觉喉咙好痛 可能是感冒了 这时看到张老师过来 因为嗓子不舒服 明森问他能不能和自己 换一下课 没想到张老师直接就拒绝了 表示自己也没空 并让他不要总是给别人添麻烦 明森觉得十分抱歉 事实上张老师是躲在卫生间打游戏 而这一幕刚好被艾克欧抓包 明森前辈这么可爱 你怎么敢这样对他 接着把明森前辈之前 帮他的事情给他再回忆一遍 他帮你做了这么多事 你跟他换一下课都不愿意吗 看艾克欧这样帮明森说话 张老师觉得他简直是疯了 艾克欧也是直接把和明森前辈的关系告诉了他 看到前辈过来 艾克欧赶紧把人松开 张老师十分气愤 真是服了你 我跟你换客还不行吗 明老师 他差点都把我掐死 你可别被他骗了 明森当即替艾克欧对他表示歉意 如果您真的为我们着想的话 请不要把我们的事说出去 当前辈出气后 艾克欧还想着前辈能夸自己 接着就上前给他来了个抱抱 明森奇怪不是说好了保密的吗 既然刚刚都被听到了 艾克欧也不掩饰 为什么不能说呀 明森表示自己不确定能交往多久 心里其实对这段关系完全没有信心 与其被大家讨论 还不如不要公开 想不到前辈刚交往就开始想分手的事 他就这么不乐意和我发展这样的关系吗 于是艾克欧不再多说什么 看他就这么走了 明森开始担心 他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要求太过分 接着来到外面找他 此时他正在楼下逗猫 看他回头的表情好像很难过的样子 艾克欧问他现在能约会了吗 看来他没有生气 明森告诉他自己感冒了想回家休息 没想到艾克欧却说要和他一起回去 明森本来是要拒绝的 但想着继续拒绝的话 他会不会哭啊 于是只好答应 二人走在路上的模样路人小姐姐看到 还以为是明星呢 明森以感冒会传染 唯有想让艾克欧知难而退 没想到他根本不怕 既然如此 明森只好带他回家了 看前辈状态不好也不想出门 艾克欧提一碗饭就点外卖了 看着眼前如此贴心的艾克欧 明森觉得他和自己真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对自己的喜欢肯定是带了某种滤镜的 等滤镜破碎的那一天 他是不是就要离开自己了 原来艾克欧的乖巧董事都是装的 只为能够让明森前辈喜欢自己 想到刚刚明森前辈用那样的表情说着那种话 艾克欧就要忍不住 但马上还是恢复理智 本来明森前辈就生病了 要是再吓到他就不好了 洗完澡出来后 看到明森前辈还在熟睡 想着等周到了再叫醒他吧 趁现在悄悄逛一下他的房间 好多专业书 不愧是明森前辈 胡歌和苍苍是我最喜欢的卡通洞 还有明森前辈的衣服也好可爱 连尺寸也一样可爱 好想穿一下他的衣服 突然看到收纳盒里的浴袍 拿起浴袍时 发现了下面的相册 是明森前辈小时候呢 接着艾克欧就坐在一边翻看起了相册 里面记录了明森前辈从小到大的时光 想着自己要是能早点认识他就好了 如果和他是十年前认识 而不是两年前的话 那个不屑于为任何人妥协而任意妄为的自己 在遇到明森前辈后 陷入了动摇 要是被明森前辈看到了那样的 别说和他交往了 可能连朋友都做不成吧 前辈愿意答应和我交往 也是因为我一直在迎合他的喜好 突然艾克欧看到了明森前辈和另一个人的合照 这时听到前辈在咳嗽 擅自用他家浴室很不礼貌 可不能被他发现了 既然他喜欢乖巧懂事的 那我就装到底了 只要能让他喜欢我 装多久都没关系 这边明森在梦里也梦见了艾克欧 艾克欧向他抱怨 不习惯 听艾克欧说这是梦 林森这才反应过来 在梦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对现实也不会产生影响 于是就上前抱了他一下 感觉好暖啊 突然那个人又出现了 像你这样畏畏缩缩缩的人 跟你谈恋爱肯定很没意思 被抛弃才是最适合你的结局 林森被吓得猛的惊醒 转头看到旁边的艾克欧 林森前辈 你醒了 林森前辈还是太单纯了 艾克欧轻轻松松就将他拿捏 起来后看到艾克欧在旁边 林森庆幸刚刚那个是梦 这时艾克欧上前准备扶他 但马上又把手撤回 抱歉 你不喜欢我碰你吗 我买了你喜欢的红豆小米粥 小心烫 林森接过粥后手开始抖 看到粥药撒出来 艾克欧急忙上前接手 是不是太满了 林森羞红了脸 你就不能喂我了 这句话说得非常小声 但还是被艾克欧看出来了 于是直接问 林森前辈是想让我喂你 瞬间林森刚大到不知道说什么好 怎么会想到要让小艾喂自己 接着艾克欧抬起他的下巴 直接就这么喂给他 太大一勺 林森都不能一口吃下 嘴角还渗出来一些 艾克欧上前伸手帮他擦拭 让他慢点吃 接着继续给他投喂 即便探到林森前辈有些抗拒 艾克欧还是不断投喂 下一秒 林森前辈就吐了出来 洗完澡后 林森还是觉得十分抱歉 把他的衣服弄脏了 艾克欧却并不觉得有什么 只粘到了一点底 地板我已经清理干净了 今晚我可以留在这里照顾你吗 我打地铺就好了 林森觉得这不太好吧 听艾克欧说要回家拿衣服 林森让他穿自己的衣服就好 另外也可以就睡床上 说完就因为太困睡着了 艾克欧看着如此可爱的林森前辈 好啊 这可是前辈你说的 林森睡着后又做了个梦 梦见自己躺在一只狐狸的身上 感觉好神奇 动物的话自己就可以尽情摸它 不用担心被讨厌 要是小爱是只狐狸的话 那自己就可以 迷故中林森睁眼 看着旁边的小爱 难道小爱真的变成狐狸了吗 感觉好暖 拥有大猛一身材的艾克欧 却被明森前辈问愿不愿意做zero 迷糊中 明森还以为小爱真的变成狐狸了吗 感觉好暖和 想要再睡会儿 也不知道几点了 突然猛地清醒过来 不可以耽误项目进度 艾克欧被他这动静吵醒 听到他的声音明森被吓一跳 小爱 你怎么在这儿 艾克欧告诉他是他让自己睡在这儿的 你忘记了吗 明森有些不好意思地咽了咽口水 我昨晚发烧了 脑子不太清醒 艾克欧一脸坏笑 原来你不讨厌抱抱了 明森看到眼前的一幕瞬间羞红了脸 赶紧扯过被子 你昨晚一直这么睡的吗 艾克欧把昨晚的事告诉他 明森前辈不喜欢碰 昨晚该不会是把我当成别人了吧 明森赶紧解释 昨晚我梦到了一只狐狸 把你当成那只狐狸了 艾克欧一听十分委屈 原来我还不如一只狐狸 看他这么伤心 明森赶紧上前抓起他的手 怎么可能 你要是狐狸的话 我早就把你给 说到这里突然耿住了 艾克欧倒是来的兴趣 把握怎么样 这时明森的手机响了 瞬间感觉抓到了救命稻草 是好友阿宇发来的消息 来到阿宇住的地方 明森奇怪他能吃得完这么大的蛋糕吗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喜欢吃甜食啊 阿宇表示自己每天要想这么多剧情 不吃点甜食的话 大脑会罢工的 明森凑上前看了开他写的小说 尺度还是一如既往那么 现在和小爱配的广播剧 疯狂的爱就是阿宇写的 明森一边帮他收拾这乱糟糟的房间 一边关心他的近况 阿宇告诉他疯狂的爱第二部 原本想搞个刺激的倒戏做开篇 但是被编辑否定了 还要把自己叫过去当面聊 明森看到他那些羞羞的物品 瞬间就不淡定 赶紧问他跑来 C市是为了躲编辑吗 阿宇告诉他不全市 我把一市的房子卖掉 这辈子我都不会再回事 看来阿宇这是又分手了 阿宇问明森接了这个项目 怎么不跟自己说 阿宇也没办法 这可不赖我 读者就爱看这些 明森拿起一本小说 真的不是因为你自己爱看吗 阿宇瞬间慌了 作为创作者 我需要虚心学习别人的作品 这样才能进步 看到明森咳嗽 阿宇赶紧上前关心 你这个讨厌被人碰的体质 注定就是个恋爱绝缘体 不过没事 有我陪你一起单身 不怕老来没个依靠 听着他的话明森有些心虚 接着告诉他自己脱单了 阿宇直接瞳孔地震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明森告诉他自己跟小爱交往了 出去见阿宇的时候 爱客欧路上跟踪他 到底是什么样的朋友 不能让我见 不会是骗子吧 突然收到明森前辈的消息 看到内容后 爱客欧直接不淡定 即便知道前辈是在试探自己 爱客欧还是十分认真的 回答前辈的问题 听明森说脱单的对象是爱客欧 阿宇当即提醒他 爱客欧不是表面那么单纯 他肯定没少沾花惹草 明森赶紧让他别这么说小爱 阿宇觉得他就是太容易相信别人 明森表示自己 其实很喜欢小爱对待自己的方式 虽然有时候逼得有点紧 但自己却并不讨厌 甚至有点小气大 如果自己是上帝视角就好 能看穿小爱的心思 甚至能掌握他对自己的感情 只要确认不会变 就不会这么口脑 阿宇真是拿他没办法 在送明森回家的时候 阿宇提议可以试探一下爱客欧 如果他对你不是真心的 早分手早完事 但如果他真的喜欢你 你就给我自信起来 好好改改那个老毛病 把手机掏出来 我教你怎么发信息 于是就有了这么一条信息 明森看着那边的小爱已经五分钟了 还在输入中 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很莫名其妙 才刚交往就问这种事 这时收到他的回复了 此刻明森都想挖个洞 把自己埋起来 另一边爱客欧看着明森的回复 可是很开心的 提要不试试 明森感觉都要休死了 赶紧发信息找阿宇求助 按照阿宇说的明森接着回复小爱 怎么感觉这发展和自己想的不一样啊 这时爱客欧直接过来找到明森 明森前辈 你怎么在这儿 在爱客欧坐在旁边时 明森更是羞红了脸 感觉好尴尬 要是他继续聊刚刚那个话题怎么办 爱客欧看出来他很紧张 前辈 我会等你真正接受我 这是公交车来 明森看出来小爱知道自己在试探他 但他却没有为难自己 这反倒让自己有些自责了 听到前辈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喜欢他 爱客欧奇怪喜欢还需要什么理由吗 明森十分确信 我需要一个能说服我的理由 既然如此 爱客欧的大脑开始运转 说到理由 又不能直接把自己想把他那什么告诉他 明森前辈是很抗拒肢体接触的 这个理由他肯定接受不了 一番分析下来 决定说一个符合他期待的 前辈做事很认真很有责任感 待人也很温柔 不会戴有色眼镜看人 指导我这样的新人也很有耐心 听完爱客欧对自己一系列的夸奖 明森告诉他只是看到了自己表面的优点 有没有可能你喜欢的并不是真正的我 想不到前辈竟然不按套路出牌 尽管爱客欧一顿解释 明森还是觉得他的这份喜欢是有试用期的 爱客欧十分确定的告诉他 不是试用期 喜欢就是喜欢 不是什么错觉 前辈 你不要因为低估自己就否定我对你的感情 我的眼光还没差到去喜欢一个魅力全靠装的人 你知道我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有多不容易吗 接着爱客欧就给他讲起了五年前的恋爱经历 即便是笑话送来的情书 爱客欧也是直接就要丢进垃圾桶 朋友过来对他一顿调侃 你就承认自己不喜欢女生吧 被朋友这样说 爱客欧十分生气 于是就答应了跟一个女生交往 但约会的过程中对那个女生却十分冷漠 女生受不了了 爱客欧 如果你不喜欢跟我约会 为什么要答应跟我交往呢 听着爱客欧的原因 女生觉得被冒犯到 直接气鼓鼓离开 爱客欧则是一脸无所谓 回去后试着看些那方面的电视剧 然而身体毫无反应 即便是杂志也一样 爱客欧不由地怀疑 难道真的像朋友说的那样 要不看看那些